众所周知,今年3月8日,戴埃斯离婚近4个月后,与韩国男性俱俊叶闪婚 嘈杂数日之后,吃瓜网友才渐渐接受了这个事实,舆论也渐渐平息 但戴埃斯与俱俊叶真的是命中注定吗?事实似乎并非如此 据悉,俱俊叶的妈妈十分急切地表达过自己想要一个孙子的想法 而戴埃斯因年龄以及各种身体原因已经无法再生孩子了 而婆媳之战自古便是家庭不和的一大隐患 那么,不生孩子的戴埃斯以后的生活真的会好过吗? 他会不会后悔这一次的闪婚呢? 这里是呱唧娱乐,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戴埃斯与俱俊叶之间幻想与现实的差距 当时在俱俊叶发文宣布闪婚这一消息后,大多数网友都表示难以相信 直到大S同样给出回应,并配吻称,人生无常,珍惜当下的幸福 再婚的事情才迅速上了热搜,引爆了那一周的话题 可网友纷纷表示不信,并不断猜测 认为大S闪婚多是为了报复婚内出轨的王小飞 也有人说大S或许是想以此证明自己的魅力 就算是离过婚,也有人上赶着药 一时间可以说是众说纷纭 不过大家后来才知道,原来大S并不是随随便便将自己许诺给一个陌生人 而是找回了20年前的初恋 故事要说回1998年 当时巨俊叶和江源来组成的库龙组合一度爆火 甚至去往台湾举办演唱会 而当时的大S瞬间成为了巨俊叶的迷妹 恰好身处娱乐圈,大S也懂得利用自己的优势追星 一来二去,两人变相识了 巨俊叶也对这个清纯美好的女生一见钟情 就这样,两人为了能在一起 巨俊叶努力学习中文 大S则苦练韩文 他们都在为了彼此而努力 不过,当时的大S因为山菜一绝,火遍大江南北 巨俊叶也正当红 所以背后的经纪公司不会放任他们恋爱 最终大S与巨俊叶也悄悄分手 而这段感情也就此被尘封在岁月中,鲜有人知 后来二十年,巨俊叶虽然没有继续在舞台上发光发热 但他还是在韩国成为了一个小有名气的画家 同时也是一个策展人,艺术家 阿里来说,这样一个优秀的男人身边应该不缺乏伴侣 但巨俊叶一直没有真正定下来 甚至一直保留着20年前大S的号码 于是,一听到大S离婚的消息 他立即联系了远在异国的初恋 并且展开热恋追求 在大S答应后,他也马不停蹄地飞往台湾 想要尽快与久违的大S见面 不过,碍于防疫政策 巨俊叶还是在酒店隔离了数日 直到3月20日完成隔离的巨俊叶连夜直奔大S所在的地方 这对新婚夫妻也终于真正见到了面 如果两人的故事只是这样 那或许会是一个非常梦幻的小说 可事实还有一地鸡毛 毕竟结婚是两个家庭的大事 细细数来,早在大S官宣闪婚的时候 他就受到了身边最亲近人的反对 先是S妈一听此事,立马就生气发火 但毕竟是自己的孩子 S妈后来也只能勉强接受 而小S对此事没有发表过多看法 就连大S的经纪人也对于韩梅称两人将举办记者会的事情 进行了强烈的否认 还讽刺韩梅,胡乱报道 不过,韩梅真的是捕风捉影,散布布式消息吗? 要知道,韩国明星结婚往往都会通知记者举办记者会并感谢媒体 所以,是韩梅过度脑补 还是巨俊叶早就透露了什么 这我们无法得知 但有一点确认的是,巨俊叶在抵达台湾之前 就曾放话说自己会在台湾待两个月 但后续要带大S回韩国生活 可这一点遭到了S妈强烈的反对 大S也曾出面回应过 她不会长期定居韩国 而经纪人也强调说大S将来会以孩子为主 孩子在台湾上学,她也一定会在旁陪伴 也就是说,新婚的两人即将面临的或许是异国恋这样高难度的关卡 除了距离再说回两人自身 撇开他们当年对彼此的美好印象不谈 如今的巨俊叶却是一个人人皆知的马宝男 已经53岁的她至今还和75岁的母亲住在一起 更夸张的是,她平日里的吃穿都是由母亲一手包办 自己几乎是不动手的 就连小小的鱼刺也是母亲一根根挑好后放在她面前 而巨俊叶所做的仅仅只是躺在床上享受自己的优先时光 说到这里,不免提到 大S也是一个娇滴滴的公主 和汪小飞在一起时,她的原则就是 老公不给剥虾就不会吃虾 所以,大S和巨俊叶之间究竟是哪一个会为对方放下身段呢? 当然,最现实的矛盾还是出在孩子身上 因为巨俊叶妈妈最大的愿望就是抱孙子 但大S早在官宣当天就已经生命了 自己不会再办婚礼,也不会再生孩子 毕竟大S已经40岁了,属于高龄产妇一列 如果再急忙备孕,会很危险 而且之前和汪小飞在一起时 就因为生孩子而产生了各种并发症 一度导致身体十分虚弱,一直在进行调养 如此一来,巨妈妈最大的愿望也就破灭了 虽然大S已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 但毕竟他们身上流着王小飞的血 巨妈妈真的完全不介意吗? 巨俊叶和巨妈妈真的能将两个孩子视如己出吗? 无计者会不办婚礼,不去韩国,不再生育 大S用这一连四个拒绝向我们证明了 他依旧是那个情形的狠人 即便他会因为一通电话而与20年前的初恋闪婚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成为对方的附属品 所以,虽然巨俊叶一路高调形势 但大S却暗灭了所有舆论火花 如今,已经结婚的两人必然会面临许多问题 也不知孩子会不会成为两个人接下来婚姻生活里的隐藏矛盾点 但答案恐怕只能交给时间了 我们也祝福巨俊叶和大S这对新婚夫妻 生活幸福,能够化解所有矛盾 这里是呱唧娱乐 喜欢视频内容别忘记点赞关注哟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的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